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是动物 是吧 这是本能基因里边的东西 对 我相信这真的是人的本能 看见他就高兴 看他就高兴 不管外边有多烦恼的事情 看见他这小脸 对 我真的有的时候会看他 我都觉得笑得我腮胖子都会疼 因为你不停地在笑 过了一会觉得腮胖好酸 就这种感觉 他长得很可笑吗 我现在都弄不清楚 刚生出来是像大老鼠那么大 还是像小猫那么大 你没见过娃娃吗 我又没生过 我怎么见过 我也见过人家生的娃娃 我看电视剧上 我觉得很多不真实 电视剧上刚生出来摆出来 就像文道这么大 那么大个 他们说没那么大 我妈妈说 他说我生出来 说就像个小老鼠 所以又留给我一个印象 那么你带点的 不可能 多大了 这么大 我之前也没有概念 我还记得看宝贝计划 然后一个朋友说 这不可能 这哪可能是刚出生的孩子 刚出生孩子 不可能这么大 但是你要没做过父母的 你对他的话完全没有感觉 然后生了孩子才知道 刚生50公分吧 就这么大 然后你想宝贝计划 那孩子刚出生 他是讲刚出生的孩子 后来你看到电影里 演的又会做又会笑 那根本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当然你没有这个经验 就不会知道 很遗憾 你快点 他说他跟你算对立 他不要孩子的 没有 我知道这很幸福 我看到我身边很多朋友 也都变得很幸福 但是问题就是 你想他们都那么幸福了 我就算了吧 对 没错 对不对 人人为我 我为人 但是生下来也有事 我们往往想的是 那得多麻烦 很多 你现在起名字 听说就出问题了 准确讲 也不要出问题 之前也没有想到 起名字会这么麻烦 现在就一个孩子 你想父母的意见 然后朋友的意见 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而且我觉得 现在还起名字 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难处 现在我们没有家谱了 你比如说你要有家谱 我不知道你这个文字 是不是家谱传来的 是 那你中间这个字就固定了 对 那你后面的字 你就好选了 对 这组合的可能性就小了 对 现在是没什么家谱 你有无限的可能 这种组合 组合太多了 那么你中间什么字 后面什么字 然后汉字又很复杂 你要考虑到这个平字 没错 你不能都是平平平 字字字 很麻烦 然后字形上呢 全是上下结构的 又不好看 左右结构一个 上下结构一样 很麻烦 很麻烦的 听我讲 你就觉得很麻烦 你孩子的名字吗 这个不方便 私下告诉你 不过而且 等他出名人 我就告诉你 而且你要考虑小学生 他有时候也会想这个问题 就我念小学的时候 我们一帮同学都在讨论 就是谁的名字 比较好写 好写 对 就是很重要 要罚超 比如说一罚 罚梁文道 把你的名字写一千遍 那时候多痛苦 说到这个 我给孩子起的名字 正是因为 在这一点上 被很多人批评了 很复杂 所以很多小朋友的家长 他们马上孩子上学了 他就有感受 他说太复杂了 考试的时候 别人都开始答题了 别的小朋友都开始答题了 他还在写名字 他还在写名字 让我想一下 是这个很麻烦 关心则乱 太爱这个孩子了 之后起名字 你都觉得是个得神圣的事 我弟弟的孩子 你觉得怎么起的名 我还花了一千块钱 台湾的风水大师 据说他算了一通宵 第二天从新加坡打电话告诉我 说你弟弟这个孩子 前世是清朝的王爷 所以说十二岁的时候 他妈妈必须带他到拥和宫去烧香 然后给他起名字 然后就说这名字很贵气 你不是我给你要钱的 你必须你得给一千块钱 买这个名字 这个孩子的命才当得起这个贵 这钱给谁呢 给他呀 给算命的 对算命的 我不要钱 很贵气 这名字不属于他 对算命的说你我不要钱 为了你这孩子 你给我一千块钱 那不知道 你到拥和宫附近 很多这个起名的 不知道 公司 现在这个是一个很 我以前去拥和宫 很没这个 你在拥和宫对面的那条街里面 现在很多给个人起名 给公司起名 很大的一个声音 你我我也是 现在才知道 这个很多人都是通过起名公司 来给孩子起名 当然我最后是放弃了 我觉得如果那样是 是我的一个耻辱 所以又没有去 那未来中国前景就很美好 为什么 因为下一代 下一代的人都很贵气 我名字都是起名公司给起的 哎 你别说这个名字啊 好像跟人的命啊 是有一定的关系 哎 你相信这个 他老说这个 我不相信这个 所以我就没有找他们去起 你记得我原来在节目里讲过吗 香港有个小神仙呢 哎 对 我记得 说我这个笔画不对吗 说要我要改名 说你要不改 我说改名还叫韬 但是可以改成文韬武略的 我说不改怎么办 他说你要不改 40岁之前得怪病身亡 但是现在本人已过了生日了 本人已过了 所以敢讲了 你是不是私下里偷偷的给自己写这样名字啊 你不知道 哎呦 我一直惦记着这事 因为他这个小神仙特别神 你知道吗 香港好多那个富豪啊 花十几万他改一个名字 所以我还真有点信 你知道我在今年8月21号前几天去 今年前几天好家伙 我躲入了呀 8月21号是你生日 我明白了 我能不能活过去 我能 我会 我会出什么事呢 你墨写 墨写文汤 终于过来了 过来了 画了很多福 是吧 恭喜 恭喜 但是我跟你说 你活过大节了 您这是 人 呃 也活不过 那天做节目 说说矿难 那天我差点晕过去 就听咱们那个记者讲 机器在那个红红红红线采访给砸了吗 我就当时实际是喝咖啡喝多了 我发现 我有一点生气 哎呦 当时我这眼前一阵阵发黑啊 我就准备这样结束我的生涯 哗一口血喷出来 那也很酷啊 那很酷 你想想看 在做节目的时候 这么吐血 就像演员突然死 那个是最后 是挡在舞台上 这非常酷啊 多有这个悲剧感 这都已经吐血了 不是顺带着说扯这事 是为了给大家道个歉 那天咱俩一着急呢 把红红红线说成红洞线了 对 观众里语文老师很多 只要是你们这个看来不唱戏 唱戏好像就说红红红线里美好人 美好人 但是戏识啊 红红红线大部分人民肯定是好的 个别的个别的太坏了 好 那那 咱就扯过来 请问正题是什么 正题 我跟你说 你这个孩子啊 其实你像我们 不要孩子 我应该让你给刺个名字 应该是这样 什么叫刺个名字 一千块钱 不是 我说这个孩子 好多人不要孩子 他 他不是说怕幸福 他想的呀 你有没有想到过 从此以后 这一生千山万水 想过 一道道关卡 他不学好怎么办 他坐了牢怎么办 他要是个女的 他给男人骗了怎么办 他有什么 反过来是个男的给女的骗了 怎么办 对 有可能就是这样 对对对 而且将来找工作也难 这些事情 有操不完的心 那家伙到时候 我跟你说 你有多少喜 就可能有多少悲 你知道 你知道北京到现在 还有一对老夫妻 现在还打官司 但是家里确实太惨了 就俩女儿 竹林 他中毒 他中毒 还有那种 那就是一个独生子 和什么考试考分很高 上了大学 压力太大 端 跳楼 自杀 你说你到那个时候 你说你更愿意生这个孩子 还是更愿意没有生这个孩子 你想过这种问题吗 当然想过 你还是充满信心的 我还是充满信心 我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信心 但是我能理解这种担忧 因为就是周围人 也都是这种想法 那么我觉得这个也很自然 比如说现在特别是 现在孩子压力越来越大 最简单一个例子 现在报纸不经常登 说男女比例先失调 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 这个男性会比女性 多出几十万还是几百万 我忘了那个数字 那我们小区 而且在我们小区就很乖 就是男孩特别多 大家互相开玩笑 说以后找不上媳妇怎么办 现在都是男孩这么多 很简单 将来会形成说 上千万的光棍大军 你儿子会在里头领头吗 而且还有个说法 你给个美好的记忆 打个礼金这么漂亮 谢谢你的记忆 将来身边一个都是女朋友 实在不行 上你这做个争婚广告 没错没错 绝对可以了 这还是小事 我跟你讲 就是现在的孩子 父母亲多交心 说上大学 过去就有指望了 你现在 我给你看看现在一段记录 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他的这个压力处境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 你们好多好 世界是如此的小 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当我尝试人情的不安 当你决定 为了你的理想燃烧 生活的压力 与生命的尊严 那一刻重要 是所有的爱情 我是女孩 是女孩 只会逢你 输 外来自价 我看她的". 全球的他的外界 都会有 放好了 跟决定辅 现在这学生不容易 文道又体会吧 那当然了 比如说我在香港的话 就常常看到很多大学生 就平常 这大学生很奇怪 香港的大学生呢 就是一般在上学的时候 你不觉得他们特别紧张 反过来你觉得他们好像特别懒散 就跟当年我这个念书的时候不一样 比如说我在大学做助教 或者在教书的时候 比如说叫发给学生 叫他们回去读什么 他们都叫 哎呀别读那么多吗 什么就很娇气的 但后来现在我发现慢慢比起来 他们比起一些内地大学生来讲 这样子状态还好一点 就我宁愿他懒散一点 我现在发现香港有很多内地区的一些的大学生 或者研究生太努力 就会出事 就是前一阵我们内地的状怨吗 对 在香港那是什么大学 科技大学 就是跳楼自杀 他们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香港 我发现很怪 因为有很多的内地大学生 他们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们说到了香港就适应不了 适应不了什么 你以为是说普通粤语 普通话 生活环境 什么事还小事 他们居然有的人说香港的功课压力大 这个让我很吃惊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一直的印象 就我以前接触那些香港学生都是很闲散 很闲散 也不大读书 为什么他们现在会觉得香港的学生程度很好 压力很大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反过来我反而接触身边接触的是内地的大学生 去了香港之后格外的勤奋 格外的努力 可是同时呢 这个压力又是很大 而压力一大的时候 我发现现在啊 我接触这些年轻人啊 他真不懂怎么样去抗压 他真不懂 他似乎给你一个感觉 就是你每一步都要指导他 就是说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就算有一点什么学业压力 也都资格搞定 现在不行的 这个都是得要有人去专门去辅导 学校的那些辅导处特别忙 辅导还碰见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我是最不爱教导别人的 但有的时候跟一些很小年纪很小的朋友 忍不住就是说两句 你说他反应就是得了别上课了 他我发现他对这个非常反感 就是你比如说我我我可能比你大个10岁20岁的哈 你一用你要平等的口吻跟他说咱俩好朋友 他很高兴 你只要一开始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别上课了 就是就是这种了 可是问题是这样 反过来讲 你说他很自主很独立 但是为什么那个抗压的能力又会那么少呢 那么小呢 反过来我还觉得他们其实已经小了 很奇怪了 他不想依赖一个一个大人 或者一个成年人或者家长 或者家长式的人物 但其实他们很依赖 我举一个例子 我发现香港的那些大学生 当然香港也有些本地的大学生会自杀或者怎么样 但好像一般的情况比内地学生好一点 那除了是因为环境的 他本身香港土生土长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发现内地的大学生啊 挺依赖家长的 我举例我在香港曾经见过这种场面 就是那种大学的那种快要开学前 学生都回来 比如说学校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啊 迎新迎啊这种东西啊 你会发现呢 有一批家长会举手问问题 不是学生问问题 而那些家长都是内地来的 就代替儿子 对这个我特别有感受 因为当年我是91年上大学的啊 说着也透明说我也是老古董了 年轻年轻年轻 比我们都年轻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家长来送还不是特别的 可能有一半一半 但是我当记得比如说在我 在我那个宿舍里头 可能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家长来送的 因为我当时觉得很自然 就我自己要去上大学 我跟同学接班而来就可以了 但是其他都是家来送 但是当时我觉得还不是一个特别 好像就是很很流行的 这么一个不是个现象 但是现在你发现家长不送 反倒好像成了一个怪现象 所以每年你看 现在成了一个典型的一个形象 你看比如说北京每每次 每年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 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了 然后周边交通要疏导 就说你特别是学院路那一带 就是大那个高校北大人大 什么什么那一片交通肯定是成问题 然后为什么开学了 家长开着色来送 对 然后住宿成问题 嗯 每年都说清华的那个父母 没有没有地方住 然后住在体育馆里 嗯 就会觉得哎呦 这为什么好像天经地义了 我就是我现在就想郑州 替我担心是吧 将来会不会也要去送 我想我可能要送 就是你啊 那会怎么给你这个孩子打算 嗯 就是前一支看新闻 说郑州每年增加三千个小孩子 业主 嗯 小孩六岁的小孩拥有三套别墅 而且你知道吗 六七岁的小孩买房子 就登记你的名字 买房子 银行不给你这个按揭的 嗯 所以说那得一 全款全款付清 但是也有人买 买啊 每年增加三千个小孩子业主 后来说为什么 就当然有也有一种说是为了规避 将要到来的 就将来可能有这个遗产税 嗯 或者说怕我们俩将来要是离了婚呢 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 就是现在这个父母这个心呢 嗯 怕孩子将来就刚才那种担心 恨不能我一路给你铺到老 对对对 你已经有了未来的房子 前一段不是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北京银行 他那个开始股份制改革嗯 开始送股 然后很多不是说有几个是少年富翁吗 他都是以那个少 没错 十几岁就开始成了他的银行的一个大股东 嗯 这也很 这都是这样啊 也很让人这个惊讶的啊 你知道现在这个就前一阵在广州那边 举举行一个叫研究生招聘的那个会啊 嗯 好家伙找工作 有个女研究生说 给了所有女孩子一个忠告 嗯 说我原来是一个学校的中学老师 还是小学老师 一个月呢 我能我要那么干下去 我一个月能挣4000块钱 可是呢 我后来想深造 我去读研究生 可是现在我到这个招聘会上 我找不着工作 所以他说 如果你真想研究学问 你去考研究生 如果你为了将来获得更好的工作 我告诉你别想了 甚至你知道就在哪儿 好像是在中山大学举行这招聘会啊 研究生 不是硕士生来了 人家说我们不要硕士不算什么 我们要博士 博士生来了 人家说叫你们导师来 有没有 他有些啊 为什么叫导师来 他有些地方实际是想找这个学科带头人 高精尖的人才 可是呢 他又拿不出什么条件 所以他想借这么一个机会 秀一秀这些学生们的导师 说回去跟你们导师说去 看他感不感兴趣 嗯 根本找不着工作 拿着就是一落简历 你想整天奔忙 而且现在还说有歧视女性的嗯 对 真的单位说 我们去年我们招了一帮女的 现在这帮女的集体休产假 集体结婚休婚假产假 我们怎么办呢 哎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像有中国特色 就比如说我们在招聘上啊 写呃 指招指招男性 好像是一个是一个特别 这根本就是歧视嘛 对 其实在国外你要看 他是根本不敢这么写的 你在香港公然公然违反这个法律 但是我们这好像好像是一个天经地义 那我们这有什么关系 你忘了前几年胡来那个口 招考公务员女性双辱要对称的那件事了 你没听过几年前的事吗 多大一个段 对称 对 他什么工作呢 不知道 我忘了是个公务员吗 就是大家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双辱要对称 这是什么 招奶妈 奶妈也用不着对称 慈禧太后将来就奶子赢 我们北京还有 就专门给小皇帝招奶妈的 那有要求 要对称 对称 你说现在的毕业生就抗压能力弱 我倒觉得比我强 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其实特别残酷 就是我当年毕业了那是基本上还是能找一个工作 我设想我要是在今天他们这个处境下 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不是那种人拿着100份简历表到处 你如果今天你就必须得成为这种人 你知道我刚才比如说刚才看那个镜头 我有痛感 我是后怕 我想因为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记得跟我们说我们那年毕业是最多的毕业生 但是发现这个记录不断的刷新 9697 然后到现在你每年看毕业生越来越多 然后当时我是觉得我们那时候找工作好像已经很难了 但是今天我一看 哎呦好像庆幸的 我当时是这么早就毕业找到工作了 现在说10年前大学生卖一烤羊肉串 这事还争议呢 对吧 说怎么大学生怎么呢 我跟你说现在大部分舆论 就是好像也是在河南 说几个大学生成立了一个大学生铁板烧联盟 其实都是拿着履历表找不着工作 找了很久没办法 然后几个学生凑钱 就从卖烧烤开始 然后这新闻登出来 好多人还去看望他 有个大学生说有个60岁的老人家 在那看他们卖烧烤 最后说了一句 说行 总比那吃父母的强 哎呦这大学生听了眼泪都流下来 你想他感动 但其实是不是可能将来就这样了 当然是这样 从起立活开始 我觉得当然是这样 一个社会 他如果整体社会的学历水平提高了 就就是这样 你在美国也常看见这个 我在美国看到一些货车司机 大学毕业生 有的还是名校毕业的 我们要开始树立一种想法 就未来啊 大有两点 第一大学毕业就相当于过去以前的中学毕业 你想想看70年代 你中学毕业叫知青了 有没有念中学就是知青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学历贬值 第二呢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念大学跟职业挂上钩 你不要以为就是念完大学 就一定要有个什么体面的工作 念完硕士要什么体面工作 它没有这个关系 大学跟硕士都只是提供某种的基本训练 嗯 那么真正 对 没错 其实就算硕士啊 其实也一样 我特别喜欢硕士 在英文有个叫第二学位 第二学位 它是一个过渡 对 它是个过渡 而且它就是一个学位 我还以为是说它那个硕果仅存的意思 不不不不 我们中文讲硕士 当然觉得很了不起 这个硕学嘛 但其实硕士只不过就是你有一个学位 你学了某个东西 硕士你想学多点东西 或者学另一门东西 那么你就学嘛 学了东西是为了你的人生 为了你的爱好 为了你的人的陶冶 各种基本能力的训练 跟你的职业是无关的 真正说要就业的话 其实反过来 我比如说我以前也曾经帮一些公司 或者我自己有份参与的机构招聘 我也发现请回来一些博士像傻子啊 因为他念完书之后啊 他的头脑反而不一定是职业社会需要的头脑 没错 这事现在有点麻烦 你像现在有的学生 从在校园里就开始创业了 对啊